これで完成 主持 本乘基思新主持 达达 拍一张 我还未记得 没记得 等一一一 好了 本乘基思新主持 良达达 拍一张 开始 今天有个粉丝带我们去一间店 不是不是 大家好,今天我是达达 你今天是达达,即是明天不是啦 大家好,我是达达 有粉丝推介我们今天去一间食蚵的店 他的蚵是新私运道的 还有听说他准备不做了 这间店的人均消费各种是怎样的? 算了,都是我来的 我来的 大家好,我不是达达 刚才达达已经说了我所有东西了 所以我不用说了 真是 真是想搬 你觉得特别的? 因为师傅回到乡下 所以我们就 不断就8次 不断就8次了 手撕下 断我的是什么? 大抽啊 但你应得下我了 你好,你好,你好 大家不要这么大 你经常帮摘这一趟吗? 一买就成熊 你哪里人啊? 潮沙 是的 正不正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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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说没有办法做 你是老板 算是 算是 喂,我问你了 你的蚵是哪里回来的? 山头,程海 真的在那边 真的在程海回来的 为什么这么执着那边的蚵呢? 因为尸头蚵是在那边 气候和水土 会在那边 比较适合去养殖 只能够用回那边的蚵 因为我还有一个拍档 也在那边做 养蚵和剖鸵 我们都是自己 每天跟这些大包 运进来 才会现场 明白明白 招牌是什么? 就是食丝 没有其他 就是我相关的 好啊 好啊 我进去坐下 你坐吧 我不是发梦 不是 你别这么夸张啊 老板 你又是 坐下 你这里说是广州风味 和程海风味 你自己怎么评价? 是真的 因为如果纯粹正宗的 正宗的 正宗的 没有水味 其实大部份的国家人 不一定会学习的 为什么? 偏重 咸咸咸 没错 是很咸 因为国家人的口味是偏淡 但是吃得正宗 他会觉得很咸咸 很咸 因为我们的师傅 就是正宗的普遍师傅 在那边 潮山扯回来 但是在这里做生意 你不仅要迎合 多少 你就要做一个调整 但是我觉得 如果做到太淡 类似一些同行做到太淡 我觉得会失去 原先的老水味 因为它本身就是要偏淡 如果完全将它变淡 我觉得就不太可能 你只能略略一条一条 你是哪里人 我正宗本地 西关仔 西关仔 现在西关仔会做到潮山老水呢? 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有个比较好的朋友 比较老四 他家里是做徒宰师和我的 他家业是做这个 我经常放假去那里玩 一住 我就对潮山吃 爱上了 包括打冷 其他的所有东西 我觉得好吃到不得了 我为什么不试一下 他搬回来呢? 我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 首先尹横的老鵨 那是最容易吃到 鸵饼 骨架比较大 肉厚 脂肪大 比例是最对的 所以肯定是有些鸵肉 而不像销鸵 但这种化的感觉又是很新鲜的感受 最要命的是皮和脂肪各种的搭配 口感变得好,化化和绵绵的 我认为它是老水的滋味 像老板所说,味道会偏咸一点 其他人来吃的时候,一定要咸醋 咸醋会变化,这种感觉很好 这种特色是每次吃到最后 咸咸的鲜味会出现 新鲜的感觉 这种粉的感觉,我喜欢 它始终有甜味,很有趣 它始终有甜味 再来这边的大腸 这个口感是好吃的 但是,有人可能会很喜欢吃这种 腸里面那种小小米田贡的味道 但是抱歉,我自己是非常害怕在内藏里 吃到一些异味的 所以,这个口感也可以,但是味道我不接受 这个我不接受 这餐饭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一个就吃不了很多,独食难费 还有两款就交给新晋主持达达来点评 梁先生,先吃鵝神 这个是鵝神 你这么大个仔,都会吃饭 自己会摸筷子,很厉害 大个仔,点评两句 鵝神,挺好吃 好,说得好 说得好 如何好吃 有点硬的状态 硬的状态 下一个 涂水肉 喝点醋 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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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露水味的红花囊 很精彩 宅楼要求有什么讲究 这个节目可以介绍 明天我来拍 好 其实这款肉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肉香味和露水味 是非常特别的 我排的 咸酸菜 烧肉 这个排得很高 因为全教材 很甜 生意好不好 其实不算可以 甚至很难做到收脂平衡 因为我们的用料 一定要高端 一定要过自己 过自己的口 如果我觉得不可以 我宁愿不让别人吃 所以 包括米 买得贵一点 油 更漂亮 因为我认为 老水配饭是很重要的 米不差 你会影响老水 所以你今晚没有饭 真的没有了 就是这样 煲了这么多 而且只能用电饭煲 不可以用大锅 一放进去之后 那些出来的饭是很差的 刚才你说到 生意不好 有没有想过放弃 有啊 因为很多时候 想想放弃 但是有时候 那些熟客来 久不久跟你说 老实你的东西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你只是缺点宣传 你继续做 我们不然没有地方吃 那又令到我 又继续做下去 不然呢 所以最惨淡的 人生意只有14元 只有饭 没有 他就是斩了少少鹿肉 打包走了 那当时是怎样 你自己当时的心情 是不是真的 那么难吃 还是什么原因 后来吃的时候 有一定的固定醋 但是这些人 讲心做饭食 你的素质 如果量不够 你只能够维持 很基本的 技术 而且我们的价钱 是比较良心的 那么就变了 很多时候 你都是 包括太太都说 你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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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理念 都是宁愿 开完之间 我是宁愿选开完 就是我不会觉得 昨晚买完小的东西 我买到明天再买 这样做 或者其他料理会更差 我宁愿不做了 那就是这样 因为我坚持 如果我坚持不了 那时候 就没办法 不知道这条片要出街 要提醒你的 就是到时 他就不太適合 太保值街 对开一辈子 那边 是会去到小梅大街 所以要去小梅大街 所以你来吃的时候 你去小梅大街找他 最重要的是 老板要去家 自己一直说 那种坚持 但是我想和老板说一句 其实 这种坚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当你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的时候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这样 OK 服装赞助方面 是NFL 最后记住 姚大秋 是要坚持吃完全世界的人 好